美国总统拜登将于12月9日10日 召集全球上百位领导人在线召开美国民主峰会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邀请名单显示 将有110个国家参加这次峰会 台湾也受到邀请 中共和俄罗斯则不在邀请名单中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周四的新闻会上强调 召开峰会的目的是将世界各地不同民主经验的政府 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领袖召集在一起 讨论如何保护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 沙奇表示我们没有什么要道歉的 不管世界上任何国家提出什么批评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上周五表示 财政部将采取一系列行动 找出破坏世界各地民主和民主制度 从事恶意活动的个人 包括腐败、镇压、有组织犯罪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美国财政部并没有提供制裁名单的具体讯息 财政部还将宣布一系列提案 旨在弥补让腐败官员可利用的房地产市场漏洞 并解决企业透明度网络中的漏洞 这些漏洞使腐败现象得以滋生 非法收益得以流入美国 新唐人记者李清怡、陈海月综合报道